那么这也是给近代量子力学家做证明 近随心传 色有心生 不就证明这个 你的念头生出物质现象 念头可以改变物质现象 所以我们就晓得 人所有一切疾病的来源 都是由于不正样的念头 不正样的念头到严重的时候 不但感应我们身体的疾病 还感应到我们居住环境的灾难 贪难 这佛经常讲的 过分的贪婪 感到的是水灾 成灰是火灾 愚痴是风灾 傲慢是地震 怀疑是山崩地震 这个在从前很少听说 历史里面有记载 历史上有记载 很少 太少了 现在很普遍 中国外国到处听 听说 大面积的土地突然陷下去 山倒下来 山崩地震是怀疑 那么怀疑 对人来讲 造成免疫系统 全部崩溃 就是 你很容易感到细菌 这变毒 你没有抵抗力 不怀疑是抵抗力 所以人信心坚定 不容易生病 那么这是 佛在经上告诉我 贪嗔之慢 带给我们 内部就是五脏的疾病 外面感应的是灾难 我们要想化解灾难 要想免除这一些 细菌感染 你就认真去修 不塌 不沉 不痴 不懊 不怀疑 真有效啊 真管用啊 佛经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 帮助我们 安心 安身 身心 安稳 自在快乐 不是从外面求 从内求 人一定要有自信心 没有自信心 麻烦了 张安家大使告诉我 满心的亡苦 就是慈禧太后 没有自信心 他也不听人劝告 不接受人理解 他迷信归神 宫廷在过去 啊 国家大使 一定请一些专家学者 询问他们 请他们提供意见 大家在争处 最后决定用手 慈禧太后 把这个制度废除了 这个制度应该是顺之建立的 啊 一直到咸丰都遵守 咸丰是慈禧的丈夫 咸丰死了以后 他这人 啊 清朝王在他手里 他相信鬼神 这在中国历史上有记载 这最 可怕的事情啊 人相信鬼神 麻烦就大了 啊 相信鬼神 迷信鬼神 正神 不来了 邪神就来了 啊 正神 远离了 人 心正 行正 也敢言是正神 妖魔鬼怪 不敢亲近你 你身边有护法神 你相信这些 护法神就远离了 母来护法 你的麻烦就大了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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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敢再说 对我们是想 感谢观看